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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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家1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会讲一个 亦是万人为插的题目 就是深圳湾大桥 一条外置降索断裂了 據初步的調查是因為嚴重的獸食問題 即是生壽問題 其實這件事 如果是大陸公司去參與任何之間的過程 就一定是說肯定是大陸人 豆腐渣工程 但是這樣 現在的人仍有講大陸人 不過看一看發現不妥 首先深圳灣大旗分兩邊去做 一個是顧問公司 另一個是建築 建築是金門建築 金門建築其實是港資公司 當然是強行請大陸公司 或者背後大陸資金 但別人就是香港公司 另一個是澳瓦納 其實這才是大件事 因為現在的人說建築都不是最大件事 最大的問題是 為何出了事是監管不力 這間澳瓦納的顧問公司 其實就是負責保養計劃 它是有很多的保養程序做得不好 甚至現在的人最新說 因為他有一些全職工程師 應該要做的事 他就請了兼職工程師去做 這些兼職工程師 又沒有什麼心機去檢查鋼索 所以出了事是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這間公司的准負在倫敦 算嚴格來說是一間英國公司 這件事就是跟那些人經常說 什麼就是大陸人啊 在我來建築啊 搞得我都在香港 就是入不了這個位置 我這樣說 就是這些東西 第一 是可以入到的 因為現在不是很多人入了大陸數 是所有的工程 港珠澳的人有什麼東西 就立即入到大陸數 那些代表遞不到 就是第一個就是其實大家 有理沒有你入了大陸數 然後入了大陸數 然後入了大陸數 入錯了 沒有緊要 因為大家已經習慣了 OK 那當然大陸是一個負責工程 但是呢 另一方面就是 其實很多人發現大部分 沙中線 已經全部都是 不是大陸的 因為禮頓也不是大陸公司 沒有錯 沒有錯 中科又像天 現在中科那個是被人冤枉的 沒有錯 中科也是港資 如果我沒有記錯 所以其實大陸公司的節目 問題就是 假設我們97年的時候 英國公司是沒有問題的 或者外資公司有問題的 因為法國公司有很多 牽涉到這個問題 你問我 97前其中一個最大的醜聞 就是短庄 短庄事件 都不是沒有的 是 有些偷空感的 鹹水樓都有 但是究竟是甚麼狀況 是令到97後 突然之間多了這麼多東西 首先因為 興建了很多新的東西 這是一個原因 我又不覺得 因為近幾年 其實香港 已經興建得很少 其實最多興建最多的 就是97前 興建得多到 是要找 要輸入外勞 是要輸入外勞 97後至少沒有輸入外勞 至少8萬5後 你沒有輸入外勞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究竟是政府不力 監察不力 還是甚麼情況 基本上現在都肯定是政府 監察不力 因為就算這件事 都說明是路政署 監察過顧問公司 當然顧問公司 監察工程師 去監察橋的質素 是不力 但問題是路政署是把關的 現在是路政署的事情 很隨便 結果就出成了這個事件的出現 首先我懷疑 其實97前 是否都有很多問題 只不過是 那時候新聞沒有那麼流通 資訊沒有那麼流通 因為政府監管得更好 對傳媒監管得更好 所以沒有人敢做 不是對於工程監管 而是對傳媒監管得更好 但問題是有很多回歸前的建築物 到現在都還在用 青馬大橋的人說沒有用 沒有事 青馬大橋的人說沒有事 但問題是其實現在的豆腐渣 我想如果沙中線不發現 還會這樣出國 想到可能沒甚麼事 都未必說 接著是用10年之後 你不犯鬥 可能沒事 就掩蓋就算了 即是我們不將港英政府的時候 那些地產全部都拿過來看看 豆腐渣不一定是現在出事 可能現在有很多港英時的豆腐渣 但是還未洋出來 而且不一定出來 可能它用了豆腐渣 它不是完全 它是不承擔了 但不代表不安全 這是陳排說的 沒錯 正如那個ICC 它減低建築要求 那時候平均日報登的頭條 說減低建築要求 它吹風出來時會動 它突然有一天 就超越了它的風限制 但都沒有事 都不會 死人想樓就當沒事 沒有問題 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第二 其實這件事 所有的事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都屬於是 給個贊成蓋樓 用地 那些問題 但是有一個原罪 就是 沒得搜 就是說 這樣嗎 結果原來你又超支 延期 又原來有豆腐渣 所以不如不要蓋了 這是一個原罪 政府的原罪 你講任何基建 講到最後 你講到理由很好 例如東大嶼山 明日大嶼山 就說到 其實平均機 其實絕對不會虧本 絕對賺錢 你說了任何 所有理由都沒有用 到最後一刻 都說你都是豆腐渣 搞定 又客觀說 那你政府真的持不下 不是真的持不下 我只是覺得這是原罪 你無論 你無論 你說大伯仗都是沒有用的 大伯仗一定是豆腐渣 這是情感上的宣示 例如大陸一定是大陸人做的 搞得都倒閉了 我會明白非理性的指控 但如果政府行得正 你可以反駁它 我可以有100萬個理由 我都說建制派 我有100萬個理由 這個絕對不是大伯仗 只要做了頭兩年是大伯仗 後來都不是 現在香港沒有 然後就是豆腐渣 我罵 死了 你說了什麼 到最後 我們就是豆腐渣 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 現在這些事情出事 是沒有人會背鍋 所以你監管那方面 是沒有誘因要做好它 然後 我覺得很離譜 一件事就是 譬如當時我忘記了 石禮謙病是誰 當時說中大儀 填海 超資當然了 延期當然了 我心想 建制派 可否有些廉紙 你不要當香港人傻 我才可以 起碼是說 我們全力去阻止 超資和延期 是不是應該這樣 不是 現在他們老諷 我覺得 豆腐渣當然了 超資當然了 你叫我們怎麼再相信 日後政府的任何工程 是會喝多蕩蕩地搞定 這個就是我覺得很悲哀的地方 如果這些事情 你的深圳灣大橋做好一點 你的沙中線那些事情 可以撿得緊一點 反對派都沒有那麼囂張拔戶 人家就是恃著這件事 然後你這些建制派為何幫他護航 超資當然了 標準的幫助安全 我想說幫不下 這個就是 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算超資 延期 我都叫做有得用 但是豆腐渣 沒有得用 大白象 我證明你不是大白象 OK 沒問題 超資就證明你不是超資 超資也有得用 好過我沒得用 然後延期都沒有所謂 喂 豆腐渣你怎樣 不可以說我做 那個豆腐渣不是一個很少有條路 好像台灣 條路有些洞 是那個地鐵大橋 是真的死得人的豆腐渣來的 所以你問我 這些方法是甚麼解決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問責局局長是不需要問責的 喂 你每一次這些基建落成那天 或者那個基建落成 因為落成可能他都落了任 喂 動工那一刻 你知道黑了局長的名字 在那個橋也好 那個基建上面也好 這個就是鄭宇華電機 有甚麼就找他算帳 喂 你這樣才有差勇 喂 你想這條橋何時起成 2007年起成 喂 現在是2019 都沒有人知道 2007年發生甚麼事 喂 同樣現在起任何基建的 那些發展局局長也好 那些甚麼政府高官也好 喂 到時出了事都不關我的事 喂 我現在也是開始想 習近平那些起碼我都順了一條氣 喂 他十幾年前搞個豆腐渣貪會 真的會捉那些人來槍斃 但香港就是會走得掉 你說甚麼差勁 結果有一個最壞的民主社會 我們講法治 法律就是沒有要懲處這些容官 這些污吏 就由得他搞 一直這樣下去 基建是沒有前途的 這個我覺得是香港政府最大的問題 所以才特別要拿出來鞭撻 就是因為你搞定不到整個管治的問題 你說甚麼 入陳凡數沒有用 陳凡數沒有關係 沙宗市也沒有關係 匯者也沒有關係 深圳灣大橋我都沒有 但是你幾乎肯定就是 陳凡十二年之後你就可以 但陳凡十二年之後我插他也沒有用 這個就是我覺得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你看他的樣子 你知道十二年 你現在是打他一身 十年十二年之後 都不會錯了 但現在是打他一身 他覺得完全與我無關 十二年後你又吹他不像 這個我覺得 你沒有一個追究制度 你始終香港的基建法 是沒有得搞的 這個同意是怨罪 這個怨罪 你有甚麼事情 就是兩夫妻是教的 老婆不教的時候 然後說 你上次包兒拉那件事怎麼算 那你怎麼算 永遠都是這個問題 所以當年 長毛說去什麼孫明洋抗議 我心想 你快點組隊去鄭宇華抗議 沒理由你現在不會搞鄭宇華 你要令官員知道他下台 都會被人搞 他們才會害怕 要拉坐牢才行 我那天搞都不怕 你坐牢沒用 現在的官官相衛 起碼你幫我們小市民出氣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